台湾人口结构预计在2025年要提前进入负成长 迈向超高龄社会 泰田水树董事长林文章博士 他从事氢氧设备研究有30多年了 并且在日本和当地的学者专家研究 以氢对人体的专业应用研究 目前在台东开设了氢煤馆 让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体验 泰田水树今天在台东市开幕氢煤馆 让花冬的消费者可以体验氢氧保健 设备他吃水他有办法产生出氢气跟氧气这样子 OK 拜十五 拜十五 他们刚刚我听他们介绍 就是说你本身来讲不管料多少 他都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台湾人口结构预计2025年提前进入负成长 将迈向超高龄社会 林文章博士从事氢氧设备研究30多年 并在日本与当地学者专家研究 以氢对人体的专业应用研究 目前也在台东开设氢煤馆馆 让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体验看看 台东综合报导 中文章博士从事氧力挤